欢迎来到我们的《香港简报》、粤语版、节目 今日我们会带来三个重要新闻概述 首先,我们会讲一讲有关一位香港教师在武汉的误会事件 这位教师被内地警方误认为在寻找妓女 其实他只是去了一间足浴场 事件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广泛讨论 教育局也要求学校和教师提交报告 接下来,我们会关注到英国对印度香料进口的严控措施 由于两个品牌的香料被指含有致癌农药 香港、新加坡等地已经暂停销售这些香料 英国食品标准局也加强了对所有印度香料进口的控制 并且多个国家正在进行调查 最后,我们会报道香港政府将旅游证件办事处 从湾仔搬迁到将军澳的消息 这是移民署总部搬迁计划的一部分 新的办事处将设置更多自动机器来应对预期的需求增加 湾仔的办事处将于6月8日关闭 市民需要留意新的办事处安排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南话早报报道,一位香港教师在武汉参加学习团期间 因为被指控嫖妓而被捕 但实际上他只是去了一家足疗店并协助警方调查 这位来自中大附属汤姆斯将中学的男教师 在足疗店内接受警方突击检查 随后被邀请到警局协助调查 根据声称是其同事的陈子卫在Facebook上的发文 这位教师并未被控罪、罚款或拘留 并由教育局的两名官员陪同返回香港 陈子卫还指责教育局未及时向媒体提供教师 已返回香港的最新资讯 导致网络上对这位教师的谣言四起 学校的副校长李述辉表示 学校已向董事会报告此事 并成立了专责小组跟进 同时与教育局保持密切联系 这次学习团是为新入职教师安排的 活动包括参观学校和高科技公司等 《南话早报》报导 英国食品监管机构对来自印度的所有香料 进行额外控制措施 成为首个对所有印度香料加强检查的国家 此前,新加坡和香港因为两个品牌的香料 被指含有致岩龙药月欺氧化物而暂停销售 这两个品牌是印度最受欢迎的 MDH和Everest 英国食品标准局表示 以对来自印度的香料实施额外的 农药残留控制措施 包括月欺氧化物 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香料出口国 消费国和生产国 2022年英国进口料价值1.28亿美元的香料 其中印度占了近2300万美元 MDH和Everest的产品出口度包括 美国、欧洲、东南亚和中东等多个地区 印度监管机构也对所有香料产品进行了测试 但尚未公开结果 加拿大食品检查局表示 正在监控MDH和Everest产品的情况 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加拿大市场上的产品受到影响 《南话早报》报导 香港岛上的护照和其他旅行证件办公室 将从下个月开始搬迁到将军澳 这是移民署总部从湾仔搬迁到将军澳计划的一部分 这一变动将市中环海港大厦成为 香港岛上唯一的旅行证件发放办公室 全港环有6个护照发放中心 分别位于东九龙、西九龙、沙田、河文田、屯门和元朗 移民署表示 将在将军澳和中环办公室增加更多自动化机器 以应对预期的需求增加 文件助理首席移民官公国亮表示 已有约1.1万本护照和其他旅行证件 需要从中环和将军澳办公室领取 移民署总部将于6月11日 从湾仔的移民大楼搬迁到将军澳 旅行证件和国籍、申请 以及旅行证件、发放 部门也将同日搬迁到新办公室 中环办公室将增加到10台机器 而将军澳办公室将有20台机器 供公众使用 新的移民大楼还将接管官堂办事处的职能 官堂办事处将于6月8日关闭 官堂办事处申请的香港身份证可在办公室旁的 临时领取点领取 该临时设施预计将开放至明年第三季度 南华早报 沙特阿拉伯的公共投资基金 PIF和Michael Burry的Syan资产管理公司 在中国股市反弹时增加了他们在阿里巴巴和京东的持股 PIF在第一季度购买了超过153,500股阿里巴巴股票 使其持股增加了11% 这是沙特主权财富基金在不到一年的时间 里第二次增加其在阿里巴巴的持股 同样,Burry在第一季度也增加了 他在中国电子商务领导者的投资 将阿里巴巴的持股增加了67% 并将京东作为其最大的持股 这些举动发生在PIF和Syan大幅缩 减期更广泛的股票投资组合的同时 这可能是为了在美国市场早期反弹中获利 与此同时 新加坡的淡瓦石采取了相反的策略 减少了其在阿里巴巴的持股 并完全撤出其在中国生物制约公司 Grasso Biotechnology式投资 这些行动可能使他们错过了最近的牛市 南话早报香港将加强预防措施 以应对极端天气包括改进天文台手机 应用程式的信息流通和在意受影响地区 进行防洪工程 发展局局长林汉浩表示 政府将寻求资金进行七个大型项目 以防止黄大先和香港岛东部地区的洪水 预计这些改善工程 包括建设11个地下雨水储存设施 将在2024年至2030年间完成 他还表示 自去年9月以来 政府已经进行了许多预防性排水工程 并将在即将到来的雨季前完成更多工作 环境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 天文台将在其移动应用程式中增加功能 并加强及时信息的发布 他还敦促居民下在天文台的应用程式 保安局副局长张国基警告 哪些在恶劣天气下追逐海浪或风的人 这些活动不仅危及他们自己的生命 还危及紧急服务人员的生命 他谴责哪些无视安全警告的人 并表示警方将在必要时进行执法 南话早报报道 香港在旅游方面应重新定位 并在急于响应北京将全城打造成旅游热点的呼吁 之前加强与景点附近居民的合作 专家指出 香港应先明确自身定位及吸引的旅客类型 香港恒生大学市场学助理教授邝家琪表示 过去我们形容香港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 是美食和救物的天堂 但现在需要重新考虑方向 行山香港联合创办人陈志远则指出 香港拥有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 但当局需要考虑所有地点是否适合开放旅游 他提到 彩虹村和之与冲益窗大厦等热门拍照地点 常见居民与游客之间的冲突 尼岛区议员郭惠敏提到 长洲抢包山节吸引了5万1千名游客 并指出长洲本身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地方 南话早报报道 随着美中在先进技术领域的紧张局势加剧 微软正为中国的人工智能员工提供搬迁到海外的选择 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和爱尔兰 熟悉内情的人士透露 凯瑞云计算团队的员工 需在6月7日前决定是否搬迁 微软已停止在中国招聘新员工 这次搬迁计划影响约700至800名员工 主要是从事机器学习的员工 微软去年曾将部分顶级A研究人员 从中国搬迁到加拿大温哥华的新研究实验室 这次搬迁显示美中地缘政治紧张对企业层面的影响 美国政府正考虑对向中国出口专有或封闭员 A模型的新限制 这些模型包括用于热门聊天机器人 如ChatGP的大型语言模型 电信报报道 微软被指要求数8名中国员工 考虑转移到国外 因为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 微软要求约700至800名 在中国从事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业务的员工 转移到美国、爱尔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这一举动发生在拜登政府对中国加征关税后一天 并且正在考虑限制中国开发Air的能力 微软是ChatGP开发商OpenAir的主要投资者 这次搬迁显示了美中科技战的升级 英国FTS100指数在开盘时下跌0.2% 而中营股FTS250指数则保持平稳 英镑对美元汇率在美国通胀放缓的消息后上涨 英国电信巨头BT的新任首席执行官计划 每年再折省30亿英镑成本 并加快其光纤宽大的建设 南华早报报道 香港公务员今年有机会获得高达5.47%的加薪 尽管政府赤字不断膨胀 根据一项涵过113间私营公司的薪酬趋势调查 高级公务员的加薪幅度为4.01% 中层公务员为4.32% 而初级公务员则为5.47% 这些数字远高于去年的建议 当时高收入者的加薪幅度为2.87% 中层员工为4.65% 低薪公务员为4.5% 公务员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梁卓文强调 这次的调查指示政府决策的六个考量因素之一 其他因素还包括经济状况 生活成本变化 政府财政状况 员工意愿以及公务员时期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早前表示 尽管面临1016亿港元的赤字 他仍拒绝削减公务员薪酬 并提议在未来三年内将经常性政府开支削减1% 以折省多达117亿港元 南话早报报道 中国电动车製造商小鹏汽车进军法国 这时期在欧洲的第10个市场 由于美国对中国电动车出口征收惩罚性关税 欧盟也可能跟进 小鹏决定在法国推出G9和G6两款中型SUV 小鹏将与法国汽车经销商合作 建立销售和服务网络 并计划进一步扩展至其他国家 小鹏法国总经理强迅强表示 他们希望通过技术创新推动智能出行的新时代 尽管在国内面临激烈的价格战 小鹏和其他中国电动车领导者于未来 理想和比亚的正在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然而 他们面临着来自美国和欧盟的贸易壁垒 小鹏计划在法国推出更多车型 同时关注SUV市场以迎合当地消费者的需求 据悉 小鹏在挪威和丹麦的销量不错 G9成为这两国纯电动SUV销量的冠军 南话早报 报道 香港消费者委员会呼吁市民在使用 含跌成分的蚊帕水时要小心 因为虽然这些产品最有效 但可能会引起副作用 委员会测试了25款蚊帕水 发现其中90%含跌或派卡瑞丁成分的产品在使用4小时后能提供80%以上的保护效果 3M Ultrafon蚊帕水被证实最有效 但其高浓度的跌可能引起皮疹 水泡和皮肤裂膜刺激 特别是对儿童影响更大 委员会建议避免在婴儿身上使用这些产品 并指出天然成分的蚊帕水虽然对南方加蚊效果满意 但对黄热蚊效果欠佳 甚至可能吸引更多蚊子 南话早报报导 香港葵葵葵葵穿逼翠留一单位在凌晨发生火灾 导致200多名居民被疏散 并造成一只狗、两只猫、三只鸟和一只雕死亡 火灾发生时 单位租户的弟弟正去喂养宠物 打开门后发现龙烟滚滚 随即报警 消防员在大约半小时内撲灭火势 警方初步怀疑火灾是由短路引起 葵翠邨由房屋署管理 根据其标记制度 租户如在两年内累积16分将面临终止租约的风险 当中未经批准自养宠物可被救5分 这次火灾提醒市民在自养宠物时需谨慎 并遵守相关规定 《蓝话组报》报道 香港消费者委员会发现两款流行的垃圾电话过滤应用程序 在未经用户同意的情况下 将个人信息和联络人上传到在线数据库 并向第三方披露 委员会副主席陈建连指出 测试显示Colet和TrueColet这两款应用在获取用户联络人讯息后 会自动上传到其数据库 允许其他人进行反向查询 从而获取用户的详细个人讯息 即使用户的联络人未下载应用或授权 也可能被泄露 销委会强调 这种行为难以防范 并建议用户在下载应用前指示阅读服务条款和隐私政策 以评估其可信道 委员会已将调查结果提交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 并呼吁消费者慎重选择者类应用 《南话组报》经历了从两岁开始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战斗 梁希迅希望能见到在治疗期间激励他的迪士尼角色 《闪电默昆》 这位来自皮克斯动画工作室电影 《汽车总动员》系列的赛车英雄 如今八岁的梁希迅在香港迪士尼乐园举行的世界愿望日 特别巡游和仪式上 实现了他的愿望 这次活动吸引了超过400名嘉宾 包括那些曾经实现愿望的孩子和他们的家人 新村红色的麦昆车队赛车制服 来自澳门的梁希迅在香港迪士尼乐园的明日世界区域的 巡游路线上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与他一起的是他的迪士尼偶像闪电麦昆 以及香港赛车首许健强 梁希迅在巡游后的仪式上表示 这次经历吸了他更多勇气去追求他的赛车梦想 并永不放弃 梁希迅的父亲梁先生表示 看得儿子在舞台上勇敢地讲话 他感到非常感动 如今完成了白血病治疗的梁希迅成 为了一名热衷于电子游戏的赛车手 并在YouTube上分享他的日常生活和游戏体验 南话早报 在北美 披萨通常是一片一片地吃 随时随地享用 而不需要整个披萨饼 而香港人仍然习惯于将披萨与家庭送餐或餐厅用餐联系在一起 坐在餐厅或那不勒斯风格的披萨店里共享一整个披萨 厨师新Fam和他的商业伙伴Shakit Pasha 希望通过他们新开的Sunny S Pizza 将这种美国风格的单片披萨引入香港 他们的披萨店位于SOHO区的荷里活道和伊利近街交界处 专注于提供高品质的披萨片 PHM有着近20年的餐饮业经验 曾在哥本哈根的Nomo和东京的Rygin等高端餐厅工作 Sunny S Pizza使用意大利面粉 意大利奶露和意大利番茄 并在经典披萨上添加了本地特色的配料 如牛排和奶露以及中式立场 除了披萨 他们还与Michael Tron合作推出Randy S Hot Dogs 以及与Pasha的理发师合作推出Milk軟雪糕 这些品牌的结合使得每个品牌都能够在不需要 自己开店的情况下启动他们的业务 南话早报 香港将在今年11月首次举办FIBA3X3世界巡回赛总决赛 这标志着香港在这项奥运运动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 香港此前曾两次举办过年度全球巡回赛的常规赛站点 但这次将迎来世界上最好的3X3球员在维多利亚公园的决赛 除了宣布香港作为主办城市外 还宣布香港队将通过一个单独的资格赛有机会参加总决赛 FIBA3X3的常务董事Alex Sanchez表示 选择香港举办第13届总决赛事对这座城市在3X3社区中的重要性 和举办世界级体育赛事能力的肯定 这次的世界巡回赛包括全球16个站点 来自塞尔维亚的Applusion N已将尋求遗免他们过去两年的冠军 香港的组织委员会CEO黄建热表示 香港将热烈欢迎世界上最好的3X3球队和他们的粉丝来到我们的城市 南话早报报道 香港媒体《大亨黎智英的国安法案件》中 三位法官拒绝了辩方要求重新传照关键检控证人的申请 认为这样做会损害司法公证 西九龙法院停到 黎的法律团队早已获得充分机会质询前 《苹果日报》出版人张建雄 了解他对一系列高层会议的形式 法官苏莎娜、达尔玛达、雷梅迪奥斯指出 辩方早已被通知这些会议的责要存在 但直到将作证时才意识到其重要性 黎智英被控两项与外国势力勾结的阴谋罪 和一项根据殖民时期法律印刷和分发煽动性刊物的阴谋罪 黎的律师团队希望挑战将对会议性质的理解 检控方则认为这些会议事来影响《苹果日报》的 编辑决策推动反政府议程 Guardian 报道 台湾的珍珠奶茶在英国牵起了一股热潮 从卡迪夫到格拉斯哥 无论是专门店还是高阶品牌如Costa Coffee 都在推出这款饮品 珍珠奶茶的起源可追溯到1980年代的台湾 最初是加入水果味的遥冻冰茶 后来有人凌机一栋加入了木薯粉圆 这些Q弹的珍珠成为了饮品的标志 如今 英国的年轻人尤其是10到20岁的女生 受到KPOP明星和社交媒体的影响 对这款饮品情有独钟 尽管一些人认为英国的珍珠奶茶过于甜蜜 但这种饮品的自定性和多样性 让它在市场上大受欢迎 除着更多DIY套装和新店的开设 珍珠奶茶在英国的受欢迎程度持续升温 未来甚至可能像壽司一样在市场上站稳脚筋 谢谢你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道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道简报的立场 也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道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colon6dubrief.com 你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道简报